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第一时间上架了 会告诉你哦 晚上8点到10点 在非凡商业台 非凡股市现场 今天台积电竟然破了534块的 出现了这四个月来的最低 534破了 那所以让我们也看到日K线是连四黑 那16260点能防守得住吗 台积电是一个前兆吗 那这个先前的低点跌破之后 大家又重新洗牌了吗 另外呢 今天的AI股可是兵不厌诈哦 它今天早上一开始是低盘开出 不像昨天哦 这个盘中被袭击 它这一次呢 是在盘中的一个反击 所以我们看到的技嘉伟创跟广达 到中场都是收红的 这个战术战略 这个兵不厌诈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00929 贴席耶 下属宝宝了啊 这个贴席 但是是不是叠下来的时候 反而才是存股不是吗 那为什么下属宝宝 但是它的成交章数 已经一连这10个交易日 几乎都是榜首 所以我们要埋伏哪些精英的成分股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埋伏哦 所以要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守株待兔稍后告诉你 我们先透过镜面当中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今天早上开低之后 一路走低 几乎收最低 中场跌了218点 收16316点 成交量比昨天少个5亿2772亿 幸好是量还是没有放出来 日K 连四黑 这个量一直维持呢 这个相对的低量 另外我们来看呢 都是零星点火比较整齐的是汽车跟汽车车灵相关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这个零星点火你看矽光子啊就是联军啊 讯星啊就两档这个点火 另外散热也是如此 也就是泰塑啊 双红啊 就是零星点火 还有PCB也是这个相关的一个部分 这个涨价实在说真的也不多 军工也有啊 军工也有两档 那就是金刚跟JPPKY IC设计呢 如果以他们那么大的家族来看 当然是重新洗牌 不过威胜跟这个爱浦 这两三天都颇受市场的瞩目 也都是 当冲啊 高周转的相关股 那AI的相关族群 刚刚特别提到了今天的技嘉 今天的伟创啊 甚至今天的一个广达 因为他们在量上面呢 是具备指标的 透过金面当中跟大家报告一下 台积电今天跌点对台股的贡献度 刚看到了是68点 那金面呈现的是 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昨天33万张第一名 今天是22万张 还是成交张数的第一名 所以不得也不谈他 您说呢 还有元大台湾50 反义是19万 伟创 9万4千张 另外呢 国泰永续高股息 9万3 群艺台湾精选优息 8万 华通中信金 系统 定领头控 以及广达 这是成交张数的一个榜单 那成交金额的一个部分 向您报告 台积电有168亿哦 今天 这个534破了 收527 广达113亿 技价106亿 伟创93亿 这三档AI的这个三剑客 还算是有量 另外呢 智源爱浦 世新KY 文业材料KY 联发科 这是成交金额的榜单 提供给您做一个参考 今天的雅股 这个雅币也是都是 这个都跌倒了一个情况 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个BOWER 的确底气是很足够的 透过金面当中 这集中市场跟OTC 都是连四黑的日K 连四黑 台币今天又过了一个新的位置 来到32.155 就是一脚的一个贬值 这是台币连扁的一个状况 又来到了32.155的一个新价位 好欢迎三位来宾来到非凡股市现场 今天非要有他金融大师 汉伟先生你好 云娟好 大家好 今天全球股市会市再次乱糟糟 稍后会跟大家做个说明 不过先做个预告 今天带来的重点内容有 对 当然今天重点会跟大家分析 到底BOWER说了什么 造成整个全球股市 还有会市 还有整个债券市场 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在明年 到底升级降级的状况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谈到00999 最近这期间的重挫 会不会有一些股票好的买点 会慢慢浮现出来 今天在特别用几个条件 帮大家筛选出当中成分股里面 我觉得可以特别留意的族群 那另外也可以注意到 最近有很多的一些 全新的科技新品 不断在发表当中 特别是在穿戴式装饰的部分 不管是智慧音箱 不管是所谓的VR头盔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 在第四季做梦行情里面 大家可以留意到的相关表底 OK 好 所以稍后会针对00929的 金冰日记 会排除一些条件 跟大家来做些研究 令我们赶紧来欢迎全能高手 靳泽仙你好 是 明天姐好 大家好 是 你今天带重点内容有 那么我想大概是 四个礼拜以前 就来这边提到季线下弯 那么会形成比较重大的压力 还有量缩的现象 而且呢 那么刚才汉伟所提到的事情 我们也跟各位提过 那么股市继续涨了 把我就必须要升息 那么股市假如不涨的话 那大家又不好 所以变成到了 现在这个关卡上面来讲的话 油价上涨 造成负子骑驴的现象 加上第三个今天会跟各位提到说 那么辉达的一个股价 持续性的一个往下 那么我们也提过说 辉达的库长股 好像用的方式不太好 那是不是辉达将来 有什么其他的转机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同样都造成现在目前 股市的一个压力 那么比较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觉得 股市真正的低点还没有到 要特别留意的 OK 我想你先前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你在市井 哇 那这么快速 到底这个前提守得住吗 另外我们赶紧来欢迎军师联盟 冠青先生你好 明星好 大家好 时间大概重点内容有 我想主要是从比特币来谈板卡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8月份的营收 大家可以观察得出来 其实有部分的一些板卡的个股 事实上除了营收月增年增之外 甚至还有部分的一些 累积1到8月份 竟然出现这种 所谓的累积年增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真的是比较少见到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去年或前年的时候 板卡本来很好 为什么 因为比特币挖矿 挖了半年 可是现在当你挖不到矿之后 奇怪了 你又发现到比特币怎么最近在涨 这更神奇了 从去年的12月份的FTS 到今年6月份的币安世界 可是现在比特币竟然 他又从去 应该说从去年的低点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 应该说比较有点走势图吧 我们看这个应该是没错 去年12月到现在为止涨多少 是涨了7成 涨幅是蛮惊人的 而且在涨的过程当中 最近的新闻是野村 现在他的子公司要发比特币的基金了 对不对 还有包括这些什么比特币的ETF 欧洲开始要挂牌等等的 是不是也可以激励起说 这些跟比特币有关的板卡 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大的行情 这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OK 那去年的11月9号 就是猎杀 红色10月的时候 比特币到11月9号 才触底 对 等于说才见底 我想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看看 哇 这个涨了7成了 那到底这些板卡是不是有些机会 不过我们先重返今天的股市现场 今天的股市现场应该是全球股市现场吧 包括了亚洲的股市 亚洲的汇率 甚至整个全球的债券市场 都乱成一团 还是一团乱 是不是跟大家把这个现场跟大家做个说明 对啊 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昨天的报额 在美股才盘中的时候 其实表现到还算不错啦 但报额的一个汇后计者会 之后整个跌幅开始出现加重 那主要原因在来说 因为他谈话内容 让大家解读为 比较偏向银牌的一个发言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大家都预期说 哇 那联准会接下来会 持续升息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雅股是全面性的重挫 台股的部分 在雅股期也不算跌的最重 那代表说 在整个联准会 会持续收回资金的同时 我觉得对整个雅币也好 对一些外资的态度 都会造成持续提款的压力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当然对整个台股的指数 跟大盘跟外资的态度 都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啦 所以以现阶段 你看大盘的现行 我们大盘在上个礼拜五 一度是突破了这个季线的关卡 看起来是一副要W底成型的 结果没想到居然四天跌下来 反而是有点那种假穿头针破底 所以目前就变成到要去挑战到16264.65 那个波段低点一个防守的力道 那如果说以现在台币的会区别 如果外资的态度比较偏空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修正的压力 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在 这一波的修正的过程里面 也不用太过于紧张 因为毕竟我们讲 接下来10月份的选举行情 那甚至说大家会期待说 如果中秋节变盘之前 台股在相对低档 会不会有机会变盘往上 所以我觉得反而在这段时间点里面 大家可以就是不要乱去低阶股票 但你可以去折优一些比较好的股票 基础现行落底了 或说整个产业面落底的股票 反而是趁着低档去买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鲍尔说话才开始跌 他的暗示好像全球的金融市场 都觉得他是在大开示 对 所以我们待会跟大家讲 到底讲什么内容 从点证图里面看出什么样的端倪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日元的一个部分 跟台币一样也是贬值148.45 甚至已经有人喊160了 好狠 另外我们赶紧让全能高手跟大家来看看 因为毕竟台股的护国神山 2330的台积电 本来大家认为 他的534块应该能够手的稳 但是今天正式 当然因为有一次的除息 但是最低来到了526 然后又看回台股的16264 是不是防守得住 防守当然是有困难 我这边鼓励大家一定要看股市现场 才会有正确观念 有的人看日经指数 有人看道雄指数 对不起 人家是用价格来判断指数的平均数 而我们跟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 是用所谓全职方面来判指数的一个情况 所以台积电的角色就会变得非常的重 因为全职越大的股票基本上就有所谓领头羊的作用 其实每一次创新高台积电都创新高 而且都站在最前面嘛 所以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其实要看台股没有各位想象那么复杂 台积电现在有一点先蹲下来了 大家就可能要稍微留意说 台积电所提到的不管是它的一个设备 要稍微延后交付或者对未来景气的看法 那么真的是值得大家来参考 那么各位去看一下台积电今天526块这个价格的时候 那么就可能必须要稍微去对照一下 那么之前是在5月25号附近的一个对照的价格 是在540块左右 现在掉到526块的话等于到了5月初那个时候的价格了 5月初那个时候台股指数多少 快4个月的低点 是啊 所以我想我这边可能要请大家稍微防范一下 特别是假如说你融资比较高的朋友 那么假如相对于台积电的位置的话 现在应该如果这个指数真的要跌到台积电这个位置是15886 离现在都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 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我还是觉得有一定的忧心 如果外资是诚心诚意的要来做我们台湾的股市的话 第一个先买台积电而不是伪创 OK 好 而且这个外资在期货的一个空单 已经连续这几天都在压空的一个情况 稍后再跟大家揭晓今天 那这个军事联盟昨天你知道吗 本来这个AI股什么回神了 AI股这个要反扑了 但是还是被K了下来 今天可不一样喔 今天在10点半过后翻红甚至到尾盘都是收红的 就以三档技嘉伪创广达AI三剑客 我想其实这个技术 因为技术分析上面有一句话叫做震荡打底 其实这个蛮符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看到其实昨天是盘中都是这样拉起来尾盘杀下来 其实你去看到其实早就有人布局好 就是应该说前天你去看到某个大券商啊 主力券商然后呢他们用外资的这个外资的方式呢买了12亿的AI股 那昨天拉起来干嘛粗啊 对不对昨天粗光了对不对 所以刚刚靖哲就提到说外资呢 其实说真的去买 海基电才对是吗 对去买伪创的 恐怕呢跟我一样都黑眼睛黑眼睛黑头发的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猜测啦 所以这些人做这个当冲啊 做跟冲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好像也不是什么真的真心回来买的这个情况 不过当然主要也是在于说 这整个AI这个族群是让我有统计了一下 如果说从9月份以来啊 技嘉为什么最近反弹的幅度最大 因为9月份以来跌最凶的就是技嘉 9月份以来最高到最低呢 他跌26% 伪创跟广达都16% 所以你看最近这几天 伪创广达都只有收红一点点 或是广达主缘尾盘是还翻黑啊 但技嘉你看到是连续的两天的红K 而且技嘉这两根红K 有跟一个东西有关 就是我们要讲的 板卡旺季来了 对他今天他涨的原因终于不是因为AI 很可能是因为板卡的旺季 包括这个徽达的一个新品 或者包括这个超伪的新品 我想这可能都是应该今天涨幅 比较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OK他昨天就已经先夺回五日线嘛 技嘉 所以我今天排名让他摆第一个位置 他比较强 好不过呢 昨天呢 当冲前10名 跟融资的前10名 重叠的加速高达6档喔 所以呢这个也都不是简单的人 因为呢台股呢 融资在这种沙身隆隆之下 融资也是连六增的一个情况 融资连六天都是增加 所以这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去善用的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人家融资 当然当冲也很厉害 透过金面外资今天大卖了台股339亿 这连续卖我看这几天不就已经接近快七八百亿了吗 另外呢投信呢买1.9亿喔 这是近期买的绝对数字是少一点的 自营商卖了10.5亿 我们来看外资的一个动向 你看连四天卖超907亿 所以卖了339亿 而今天的342亿呢 是创去年2022年10月11号单日最大卖超 所以这个数字也的确相当惊人 卖了342亿 是去年10月11号以来最大卖超 单边部分买进791 然后卖的部分也卖了1100多亿 另外台子期呢空单未平常口述 今天你看吧又再继续压了7038口 这个空单的一个部分呢 昨天是新开仓 所以净空单的一个部分是 13203口外资期限或大做空 好我们透过见面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报告 昨天当冲成交金额是来到了1463亿 当冲成交的一个比例也高达42.9% 所以当冲也很激烈 好那有57档站在所有军线之上 也站稳五日线符合出量原则的档次 今天只剩下12档 昨天15档今天12档 我们来看看这10名有文业尾盘拉伸 还有联军亮灯涨停 圆刚轮飞中航富桥 泰塑冬结全达以及地球 这是今天呢能够站在军线之上 而且符合出量原则 只剩下15档12档 昨天15档提供给投资朋友 因为你锁定的是非凡股市现场 完整的筹码状况在第8段 我们还会告诉你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一起做功课 鲍尔的暗示我们听懂了没有 00929成份股的金冰日记 有没有机会能够埋伏 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鲍尔的底气就是这么足吗 对啊因为我讲说前 还说11月年底前 对因为我们看说如果以美国经济数据状况来看的话 第一个油价在涨高 所以通膨疫情本来就不断在升温当中 大家都担心说到了第四季 可能美国的一个CPI会加速的一个成长 所以这时候原本大家在开会之前 就已经预期说11月份可能有机会维持升级的步调 那第二个重点在于目前美国经济状况 其实比大家想要来的更强的 对 在经济很好 通膨都没有降温里面 但我觉得报的讲话偏硬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一个现象 比记足是吗 他们经济好 对所以我们讲昨天的一个情况是 第一个他开会的时候 9月份战延升级大家都预期到了 但是在会后 就是记者会完之后 马上公布他的点证处出来 发现到原来年底还是维持一个升级的几率 而且明年有机会就是原本是降4码调成所谓降2码 大家就担心说那会不会通膨比大家想的更加顽固 所以鲍尔在会上的谈话就说 通膨有看到一些降温的迹象 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更多数据的佐证 那就代表说如果接下来通膨数据没有降的话 那可能联准会他持续也许 11月份就不是最后就升息了 如果说接下来整个第四季油价到100块每米以上的话 也许明年都要持续升息的机会 所以原本大家在今年的六月份都预期说 可能接下来就不升息了 所以股市就不断往上冲高 但现在发现到好像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回事 就引发了什么 昨天去调高长期地域的预期 是引发整个美股沙盘的一个主因 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个会市也好 债市也好 还有股市的部分都虽然重挫 就是因为资金重新做一个挪动 现在如果联准会继续维持升息的步调 那这些很高本益比的股票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嘛 所以你昨天发现到美股是科技股材的最凶 半导体也出现了一个重挫 台股今天跌最重的是谁 利旺 3529的利旺 为什么利旺跌最重 因为它在高价股当中本益比是快要100倍的股票 那你看到另外一张股票叫续准 续准在高价股里面 今天10千金续准是涨最多 为什么续准涨最多 因为续准它的 我们看一下续准 我们切换一下 对 我们先把高价股 OK 续准 他们切换一下 好 续准也是高价股当中的 对 它今天其实逆市涨了3个百分点 因为它的本益比在高价股里面 相对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就代表说 如果你接下来看到利率走高的话 很多高本益比的股票 我觉得都有修正的压力 你看回答为什么要跌 为什么安萌要跌 因为就是本益比太高 所以当利率在走高 你看续准反而 这个高价股在跌的时候 它反而逆市走高 因为它相对来看 大家就觉得五家位阶是合理 所以如果你看到它 所以位阶基齐本益比 对 像你这个伺服器的围影也是一样 围影也不弱 也不弱 为什么 因为它在高价股 本益比大概是17倍左右 就已经修正了 对 已经先跌下来了 所以也代表说 在整个利率走高环境里面 特别是可能到中学之前 大家就要留意到 两个选股方向 第一个本益比要够低 也就是它先修正过了 股价位接地中 法人才愿意去低档 去做个资金披风港 另外一个什么 要没有本益比的股票 因为这时候法人 就没有办法去评估 它合理的股价嘛 你看今天涨停的联军 它几乎是没有本益比的股票 那你看到另外一个中市 这个联军嘛 今年赚大概好像0.01毛钱嘛 这种股价涨到这边 你说法人怎么样去补估它 可是每次中市抢的时候 轮飞也会抢 也会抢 这轮飞今天表演也还不错啦 这个要给那个进阁奖选举 对 所以我会说 你会从今天盘面上可以发现到 当这种所谓的地区在走高 外市在撤退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高本益比的股票 就要稍微小心一下 因为法人很容易去算 哇原来你本益比100倍 我觉得太贵了 也许你到80倍本益比 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本益比 但刚刚看到联军中市 甚至说什么什么 圆刚这种没有本益比的股票 他们走势就特别强 就是因为法人没有办法去算 他合理本益比多少 看整个资金要推升到哪一个位阶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以现阶段状况来看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资卡 到底现阶段 刚刚看到圆刚也是非常可怕 你看到现阶段整个市场 我觉得接下来关注的重点会在哪 毕竟升息啊 已经确定9月份不升了 然后这个是他的点证图嘛 之前的6月份点证图可以发现到 明年其实有机会是从这个5.65 降到大概4个百分点左右 他会降大概1个百分点 4码 对但这一次的一个会后 调升了2码 到了2024年也往上调升了1码 代表说原本大家预期说 明年就有机会降4码 所以资金可能会比较偏宽松 也许明年美股就有选举行情 但现在发现到 哇联总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鸽派 就造成了整个资金的大动荡 但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毕竟这次开完会之后 你就要等到11月份再开会了 所以这些所谓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决策啊 资金的环境 我觉得可能短样反应完毕之后 又回归到比较平稳的状态 但你要关心接下来变数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油价 如果油价真的是不断在往上攀高的话 大家对于通膨预期在升温 我觉得会造成所谓资金的压力 你看这个布兰特原油 昨天是这种开高走力拉回来 但他如果真的突破100块的关卡的话 你看到接下来在去年第四季 其实油价是相对低档喔 所以那个CPI的一个年增率 会出现大幅度拉高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部分要观察什么 就是美国政府到底在10月份 会不会关门 如果关门的话 那又造成说10月份 可能大家有另外一个 所谓担心的一个疑虑 所以整理上来看 我们讲国际股市真的是动荡不安 所以现阶段可能大家就留意到 既然是一个比较偏向弱势拉回来盘 那有些拉回来股票 我们讲跌时重止 你就可以留意到 它的一个相关买点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00929是大概自己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贴息的感觉 当然存股的人本来就是跌才是买点的好机会 但是先前在里面的人也变成贴息的那个感觉 领到了0.11元 但付出了两根黑K棒的一个代价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天它其实是先开盘秒天息再往那撒下 但把00929的时间再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到 其实它本来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子 才算是一个 正常的ETF应该是长这样 后面这一段涨上去 代表这边买上去的量的人 他不是存股族吗 他做的是短线 就有点类似00878到后来 大家把它当做AI ETF再买的一个感觉 你看这一段00878 也是因为它都是AI成分股 所以大家买00878 它不是因为它的高股息 存股族应该要长得像这样 对不对 所以后面都是做价差的 做价差出来之后 它就出现加速的走跌 你会发现到很多这种高股息一天 不会是这种冲上去V转下来 又跌破这种 什么存股变标股 对所以也代表说 他们本身参与者的一个心态在改变当中 所以我们回到00929 你就可以发现到 今天你知道吗 早上第一盘就是499 而且是绿色的是下跌的压盘 一早就是499 499 当然昨天也是这样 但是一开盘 就是先499的卖单出来 对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00929有一个特性 因为ETF有所谓的折价 跟溢价的一个空间 所以会造成说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高频交易者 他们会在盘中用这种大单 折溢价 对我在这边 我卖499高于市价的 那我接下来就去富豪投信 去申购499的一个单子 马上对错回来 它就可以达到无风险的套利 所以最近这个量很大 你要听把他刚刚这段话 重复听几遍 对很简单嘛 就比方说现在市价是20块 那现在富豪跟你公布的 净值是19块 那如果是高频交易的话 我当然这边先把它卖掉 我去富豪这边把它买回来 我这边不是赚了一块钱吗 所以反过来现在状况就是 我们现在反而是净值比较高 然后这个所谓的市价比较低 有一点点所谓的折价情况 所以大家就可以密切关注一下 如果接下来外资开始在买00929 我觉得就是代表市场有点过度恐慌在杀 过度恐慌在杀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来看一下 它相关成分股 就会有一些低阶的买点出来了 所以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00929的40档 那上一次跟大家讲 你把005600878 剔除掉之后剩下22档 那我想说22档 可能对大家来讲还是太多了啦 所以我们帮大家再筛选出来 更精准的去找到相关 比较有机会的收费股票 我们讲00929的成分股有些股本高达到200多亿 那我们经常去寻找股本比较低的 代表说你钱洒进去会有感觉 不要是钱这样丢入大海里面 完全激不起任何的波然 如果池子比较小 投信的买盘比较重的话 只要这个推升力道 跟整个股价翻多 我觉得它就有这种助长的效果 那另外就提到 你也不能够就是说 投信真的已经买太多 买了满手 这时候我觉得就 推升的力道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说投信的持股比重 低于10个百分点以下的话 后面我觉得有机会啦 因为00929目前规模 我记得昨天看是766亿 对对对 但是它的规模增加在放缓 上个礼拜好像每天大概 二三十一四十再增加 到昨天只剩下六亿 所以我觉得这几天里面 可能它慢慢降温下来之后 但长线来看 还是有机会回到千亿以上 所以代表未来还有加码的空间 那资金撒到市场成分股里面 你经常去寻找股本 比较小的 投信买的张数 没有那么多的股票 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 它可能有一些落后补涨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的成分股 很快给大家 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参考 第一个 我们讲 如果以这个股本 比较小的去筛选出来 目前以投信持股的比重 去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到 像新唐是00929的成分股 它全重只有两个百分点 股本是41.98亿 那投信持股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持有了来两万多张 当中但有一部分是00929 一部分是其他的一个投信 也代表说 如果未来这个所谓的00929 会从700多亿成长到1000多亿 那新唐可能 投信的买盘还有机会增加 那他持股水位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我觉得对他股价就有推震的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他新唐的现行 以现在新唐他的股价位阶 他真的也不高啦 跟00929那些什么 见顶 然后置意 还位阶 对我们看企机就好了啦 你看这个是见顶嘛 这个位阶是这么高 从这边大概涨一倍上来 你看新唐一样是成分股 投信买的不多 那他股价位阶比较偏低 代表说如果说你要这种 拉回来去买 毕竟这种低档位阶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标的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刚置卡的部分 好 所以相对位阶很重要 对 进兵股啊 在匍匐前进 好我们再来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股本 稍微比较小好 汉唐好了 汉唐是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大厂嘛 你看一下整个一个投信持股 比大概是7.58 也没有非常的多 一样看一下股价的位阶 他跟那些高高赛上的一些00929 的成分股比较强 你就会发现到 这种位阶相对好像就比较合理一点 没有涨得非常多 也代表说不管是 是纯股足 或说你对00929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选股方式 去找到相对的一个标的 那我们再回到质卡 看一些持股比较高的 下一页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比方说我们再讲 好 新普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新普 新普但也是最近涨得蛮多 因为投信其实这段时间买得非常的多 但第一个他股本有没有很小 18.5亿而已嘛 那你看他新普的一个股价位阶 他最近一样也是往上拉高上去 但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到他其实真的也没有算涨得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代表说新普第一个他本业部分有一些转机器 那加上说投信的买盘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记得是很低的位阶 我们再把它放大 但是这边高档拉回来 其实这边已经快要到月线的支撑 快要300块的整数关卡 也代表说如果是你长期看好 你希望投信能够帮你做一些所谓的股价推升的话 拉回来再买方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再回到我们质卡部分 再看一档股票 好看联阳 联阳也是一样股本也不大 那投信这段时间买了15,884张 整个投信的持股比大概是9.86% 一般来讲最高算是20% 代表说他未来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刚刚提到了 以连羊来讲也是涨得非常多 但是你跟那些涨一倍的股票比起来 我觉得算是位阶相对比较合理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企基 企基为什么不列在当中的一个成分股里面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他有被其他ETF纳入进去 那再来就是说投信持有他的一个比重 我记得已经来到差不多快到13个百分点 那代表说就算他们再买 顶多就是7%的扣打让他买 所以股价推升效果是有限的 而且这些所谓00929的成分股 今天跌很重的有像企基 像这个所谓的见顶像晶圆电 我觉得问题都在哪里 像智义也是 就是除了00929以外 毕竟整个台湾投信不是他们家 所以有一些主动型的投信 这一波就是搭上他们的顺风车 那现在时间也快到季底了 有赚就先跑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些成分股 如果以今天盘后来看 你去查一定都还是正在买方 但是有些投信先卖了 还有一些短线客 也是想要搭这一所谓这一波顺风车的人 发现到股价不对破线了 也会有停车的卖压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既然00929未来的规模会继续扩增 这些股票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11档股票 或说有些强势股的拉回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寻找到 比较好的切入点 OK 所以这个金兵日记要把内容记下来 再做这个动态的调整跟比对 因为有可能季底作杖 该下车的该互杀的 到时候战场回来 这些金兵们就能够匍匐前进站起来 对也就是 不过那天你礼拜四给我们出题之后 我们就把另外五档 一共有六档高股息ETF最热门 那我们扣除之后 果真你知道吗 滑通马上就赚起来 我们压力也很大 这有一些其实股本大的要剔除 对 股本大的可能像这种旺红 然后什么 对 这个也是真的滑通 你看这个礼拜 合金中美金这种股本都比较偏大 所以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择 但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你要买这些股票的话 但第一个拉回可以买 但你不要一次一笔买进去 对 你就可能分一批分两批 这样分批去承接它 平均你的成本是比较好的做法 OK 要有战略有战术 还要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这个ETF高股息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大家又把它存股变标股 让我们也都很害怕 现在是投机人在买存股ETF 我觉得是有点这种市场有点特殊了 那真的高股息ETF是一件美意 但是大家把它当标股槽 就让我们也没辙 这个盘中都499来 499去去去去去 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所以成交章数第一名 好 那我们也把状况跟大家做个说明 我想聪明的你一定能够了解 我们留在下个阶段回来 靳泽现在从美国科技股看台湾电子股 没有错 而且我们等一下还顺便继续再来探讨一下 台积电到底哪一个地方可以帮我们安下心来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好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在非凡股市现场 台积电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但是今天竟然534跌破了 而且还有美国的神等一下要跟各位来做报告 我们先回到台积电跟各位讲 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提到说你存股的方式的人 可能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观察 因为可能你资金比较大 但是问题很多人资金可能就只有一份两份 甚至比较大资金的朋友可能要稍微 准备节省一下下的时候 各位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来 只有一份两份分不出十份来 所以请问各位这个东西应该是股票市场里面 所谓的技术分析最没有争议的叫做缺口 那么很早以前各位看一下 在7月初的时候台积电已经有一个缺口 跳空向下本身的现象了 今天注意今天又来一个缺口了 换句话说中间这一段整理这一个 所谓的缺口一下去的时候 等于中间这一段又被套牢了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看不好这个行情 也没有看坏台积电 只是说原则上它的一个技术面 我们放大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缺口好吗 OK来 原则上既然是已经两个缺口出现的时候 那么这一波台积电 就有可能出现一个 比较激烈式的一个震荡 而这个所谓的真正的低点台积电 出来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时候 不管你要买ETF或要买股票的时候 你会比较安心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缺口很重要 而且台积电好像领先告诉我们 不是台湾哦 全世界很多重要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把这个所谓 美国股市相关的情况 跟各位来做分析 各位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我今天带来了几个字卡 那么美国有三大科技股 同时出现向下跳空缺口 很像台积电7月3号的这个缺口 那么比较熟悉的 大家可能叫麦威尔光电 麦威尔光电 麦威尔光电跟谁最关系 谁最有关系 华星光啊 那SMCI SMCI伺服器 我想这个 那天一跌下来23% 大家还记得的 那么Oracle跟我们的云端最相关的 他也是一口气跌了13%的一个缺口出来 那我每一张都去找的话 大家可能自己去做一下功课 我们今天带麦威尔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洞这么大 那么这一天呢 一根长黑棒灌下来 我们常常说这个如果就K线上面来讲 我们这时候要讲技术分析才能保护自己嘛 基本面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往前走 那么看到最远的地方 但是在操作面 我们股市现场还是不断跟各位讲 保护自己很重要的 那么这根打下来的时候呢 各位看这个缺口马上就出现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图形 我们今天稍微跳痛一点 一个一个来比对 顺便导播给我4979的滑星光 我们来对照一下 就能够知道说 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各位看到没有 这里也一个大缺口啊 换句话说 有可能啊 更早跑掉的人 是在这边出现一根长黑灌棒的时候 就走掉了 然后出现这个缺口之后呢 哇 有一些阻力或者有一些法人 可能还走不了 所以在这边慢慢的推 慢慢的推 那这种情况之下叫做什么 今天来真的是要用这个方法 这叫跳空见鬼吧 各位还记得以前 我们常常在讲这些术语吧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到了这个175块的时候 你占多方还是空方 趴的一个缺口又来了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有的时候它的定率 已经慢慢的出现了 换句话说 滑星光没有看不好 但是重点是 它现在可能还不是这个行情里面 相对性质的一个低点 所以我们今天来呢 要把这些东西呢 跟各位来做相对性质的一个分享 顺便呢 刚才提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好了 那么原则上大盘来讲的话 刚才说过了 相对于台积电的话 那么前一段时间 是相对台积电这个位置了 所以 这地方已经靠近16000的一个情况 如果以台积电现在的位置的话 我们再请导播 再稍微往上挪动一下下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已经接近到这个位置 直接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最近的一个行情里面 由于它本身有一点交互轮替本身现象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都要稍微有一点紧张的现象 接下来当然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叫做灰达NVIDIA 它的一个走势是如何 那我上次来跟各位提到NVIDIA的时候 大家都说NVIDIA一定会大涨 我说NVIDIA也可以运用我们以前 在股市现场教大家的方式 来各位注意 这根502块钱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 哇他告诉你我要库藏股 然后股价是先破底之后再拉上去对吧 然后破底之后立刻跌回来 再慢慢的推高 请问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过去我们讲的 老生讲的 先人指路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 我再回去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回头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等到这边回下来的时候 你听到黄仁勋先生卖股票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傻眼 原来502块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讯息上面的短线转折的关键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我们只好来对一档股票 叫3715的定影 那么今天让我跳通一点点 各位就可能可以发现 那么定影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它先拉出一个高点之后 立刻往下跌 再回到前面高点的时候 前天是不是觉得盘中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啊 我也是想跟大家讲 这个时候先不要买 可是来不及 刚好连线说不要买不要买 刷的一天就突然跌停买下来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也是一个所谓先人指路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行的情况 现在因为法人现在在里面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 多保护好自己 甚至呢 对于有一些想法上面 讲法上面 我们再请导播回到字卡 那么各位可能要 稍微用一些经验上面 来做一定的判断 第一个 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都已经出现向下缺口 这代表什么 当初甲骨文讲什么 冠心都还记得吧 甲骨文说 我买了好多台 灰达的晶片 这灰达的晶片拿出去卖 哇 就大赚了 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吗 这是要思考的这个重点 那美超委更不用说了 他跟我们的伪创是最联动的 那灰达现在最重要的一点 是发现什么事情 哇 英代尔昨天说我会要做晶片 做了 讲了之后结果英代尔自己也摔了一塌糊涂 而且呢 超委也说要做晶片 IBM也做晶片 他不是独家技术 只有一个是独家技术 就是我们台积电的最高阶制程 他永远不会被变 所以你只要不是独家技术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一点 所以我们非常推崇台积电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回顾一些事情 我们请导播给我这个广达月线 然后最长期的一个股价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你老股市现场的朋友 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回忆了 但是这个故事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那么广达最高阶 广达上市的第一天就是股王 还记得吗 他是1988年成立的 那么1988年的时候 当时的林董事长非常的年轻 而且不是只有他 我们只是举他当例子 包含华硕董事长都是一模一样的 说我们看好NB未来十年 看好NB未来20年 这是绝对没有错的 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用NB 各位看到两位分析师还在用NB 但是问题来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NB 我买好的要二十几万 二十万都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工作楼下就是其中 然后结果有一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可以买到三万 我就已经好开心了 那么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当你的技术它并不是独家的 没有错 一样看好十年 对这十年大家都要用NB 但是他 制造量也变大了 技术也普及化了 竞争最后 大家都会记得那个故事吧 就是那位海先生把这个NB的人带走之后 又回来跟他竞争之后 造成两位董事长不太愉快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那么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曾经呢 当然我们祝他是很好 而且现在林白丽董事长真的是很棒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他当时看好十年 他讲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NB的意思 就是说将来会很普及啊 但是你各位有想到现在一片晶片多少钱吗 一片晶片一百四十万 如果我们当时二十万当做一个笔电的价格的话 现在是两万 你怎么敢说十年之后他不会掉到十四万呢 你说一百四十万 我说句实在话一点 就是宾市车也不敢装了啦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 电子股只要是说将来普及化 我们股价呢 是一开始的时候冲的最凶害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呢 那么我们先抓台积电的低点 台积电低点到了之后 好好的去抓一个反弹 那么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要回到三二三一的伪创跟各位做报告了 为什么呢 我还是觉得有风险的时候 可能我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各位要稍微抓一下 各位先看一下伪创这一波 我们用这条线来画 反弹的比较有力吧 换这一波呢 换到今天呢 有没有发觉啊 其实不要每次看到红的就很开心 因为股票市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一个所谓沉淀整理 甚至大家的心情要镇静下来的时候 只要看到一根红黑棒就很开心的时候 这行情真的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呢 有一点点暂时还没看到 而且呢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就算有反弹 后面那个高点 它的压力都还是蛮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认为这三件课 还会继续刀光剑影 可能还必须要请大家多沉淀一下 而且好好垫垫手上 我一直在盘中讲说 不要用融资不要用融资 就是现在目前所思考的这个重点 OK好这个而且不要用融资 但是目前的筹码真的也很混乱 因为外资里面有真外资 或者是我们看不见的外资 当冲里面有真的外资假的外资 赶快回来买台积电好吗 外资朋友赶快听清楚 那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标杆跟指标 那下个阶段回来 那我们就要让军事联盟 来告诉我们比特币了 没错我想比特币其实应该又有搞头了 好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待会我们来看看比特币之扣哪些板卡股 有机会能够重返荣耀 马上回来告诉你 好现在市场已经没有人在讲比特币了 没错我想从应该说从去年的FTS事件之后 因为大家发现到原来这些比特币 对这比特币交易所他们真是左手口 左口袋换右口袋 我记得FTS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啊 大家就是后来FTS曾经是什么 他应该是民主党的最大捐助人 他捐了万光是几百万几千万美金 结果你发现到原来都你们出的 对不对你们这些傻散户 这些被割韭菜的 你买了比特币他左手换右手 然后用姐妹公司把钱捐给政党 然后换取他的一个更大的利益 那这个东西一爆发 这个时候电影要多看 没有错我想这之后应该有很多电影 对因为很多电影 而且你会发现到这个 应该那家伙是个爆炸头 一个小蕾娜爆炸头 短题之内更是报复了 然后呢这个爆炸头 然后你会发现到原来他就是做的方式 其实跟老鼠会是没什么两样的 然后呢你发现到原来是因为 他爸爸妈妈很有钱等等这些 原来不是什么少年创业少年股神都不是 对不对原来就是因为大家笨嘛 那当然呢这件事情之后 当然也引起了美国的政 应该说美国政管会SEC的一个注意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今年6月的一个币安事件 我们刚刚讲的FTS 是大概在去年11 12月份的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我记得币圈啊 是恐慌的不得了 因为其实我有参加一些币圈的群组啊 我当时就有人在 因为我其实我是 我有买一些小币啊 还有包括我买一些以太币 反正也是 也是这个应该 以太币是没赚钱 没有赔钱 那小币很多赔了很多钱 不过我们是小福投资 那时候就是大家想说 你有钱放在FTS要赶快拿出来 然后6月份开始啊 告诉你 你有钱放在币安要赶快拿出来 为什么 因为呢SEC啊 这个政管会呢 开始瞄准币安 他说币安怎么样 不管是币安本身 还有赵长鹏 还有币安美国呢 他们怎么样 用 说他以投资人利益为代价 然后去抹取私利 卯示了联邦证券法 然后呢混用客户资金 其实他的东西做法呢 好像就跟之前那个爆炸头 所使用的这个方式 是差不多一样的 对我们看这个下一页 事实上呢也看到 看到这个下一页 SEC的主席叫詹斯乐 他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说 他说币安啊 跟先前垮台FTS有相似之处 两者都涉嫌使用姐妹公司 转移客户资金 这件事发生之后 其实我去看到这个 相关新闻报道 因为其实我没有在币安上交易 我看到 哎 据说币安的交易 其实顿时交易减少非常多 而且呢这个那时候赵长鹏 他说他自己自清说 没有我没有挪我没有挪用 可是他出示的这些文件啊 怎么说都是有理说不清 所以说真的 你会发现到 原来你以为比特币很安全 就其实这些人都是左手换右手 但是 当SEC出手之后 不是什么坏事啊 因为 整顿 整顿完之后 还能够生活 还能够活存下来的 一定有他的道理存在嘛 所以你看到 整顿完FTS 整顿完币安之后 其实呢 你能够活存下来的 就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啊 所以你去发现到 比特币的现货 你反而在人家整顿币安的时候 人家一堆 一堆的这个投资机构 申请比特币现货ETF上市 而且这个ETF真有意思 你看就像我们今年一样 你可以说今年的ETF 不管是00919 00929 颠覆了整个市场啊 你能想象得到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 安联投信啊 现在的基金的 主动型基金总规模是多少 台股基金总规模700亿 那刚刚汉伟有讲 929现在多少 765對不對 765 766 一档基金抵人家一个投信的规模 大家知道安联是 长久以来 算是台股操作绩效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 统一说他第一名 但是安联说他第一名 我们不知道到底谁第一 这一次好像是日盛跟野村吧 没有错 那野村野村是这一两年真的很厉害 那你看到其实人家一档 765亿就把你整个的 还有新规模 直接把你干掉了 所以现在是很可怕 那现在有的看法是 当比特币的这些现货ETF 上市之后 现在目前就一档哦 欧洲欧洲目前上市了 他比特币现货 ETF8月15上市 同时同样的时间之内 事实上现在在跟S17申请 在跟美国的证管机构 申请的ETF 非常非常多档 比特币现货ETF一大堆 当然期货的ETF应该 因为期货的有上市 但是呢 这个现货ETF才正在申请当中 包括你看到 这些大型投资机构哪些 贝莱德 方舟 方舟就是女股神 那个方舟 对不对 富达景顺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大名号的 他们都跟S17申请了 可是目前都还没有过关 为什么 S17的监管问题嘛 对不对 还会尚未通过 但是呢 在此同时 今年8月份 女股神曾经发了一个好语 他认为2030年啊 比特币150万美元 当然 这个女股神今年的操作 后面加个金币 两个字好像蛮像的 对不对 所以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了 如果真的是130 150万美元的话 大家不要听 因为听今天听到我讲的 冲进去买 因为现在 现在是2万7 150万 我都好想冲进去买 不过听听就好 因为他今年操作真的很糟糕 刚刚静泽讲的台积电 就是从他买后开始跌的嘛 对不对 我刚刚有设备查了一下 他在7月20几日买的台积电 到现在还没有出厂 所以等到他哪一天 停损台积电的时候 你在进厂 你可能来得及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你们看这个下一页 反向反向 贝莱德他是矿汽的大股东 你看到这些矿汽 其实说真的 因为去年前年这整顿下来 矿汽是在挖矿的 理论上一文不值嘛 挖不到什么东西啊 可是贝莱德竟然慢慢的 把他们的股权撕下来了 他从2021年开始投资 然后呢根据社群 多个资讯来源指出啊 目前是这家什么 什么瑞特 然后什么马拉松啊 对不对 什么这家什么特拉沃夫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买款公司的 这些公司 是四家全球最大的 比特地宽业公司的 都是第二大 第一大可能是创始老板 我们有一张统计资料 因为这个统计资料 人家去统计出来 第一家持股1.92B 第二家1.83 第三家0.74 第四家0.41 持股比例6% 6% 0.88% 0.28% 都是第二名 你看到贝莱德是很大 很大的投资机构 而且贝莱德他知道 ETF 他ETF的 市占率是非常非常高 你看 除了ETF之外 他为什么去持有 这么多的一些矿 矿业公司 代表什么样 代表他真的在看好比特币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下一页 现在下一页 事实上呢 对 贝莱德的执行长 Larry Fink 他说 比特币是数位黄金 对 他说这是一个怎么样 他说这是获得认可的国际资产 尤其大家可以知道 今年其实应该说去年 比特币最红的时候是为什么 乌克兰事件 你发现到 你要捐钱给乌克兰 最简单方法 用比特币 对不对 整个就红的不得了 然后呢 我们提到他说 这个分客他说 加密货币在帮助实现 投资组合多元化的方面 跟其他资产有不同价值 因为跟黄金也不一样 跟股票跟债券都不一样 他说 可会像未来啊 他说未来可能像什么 传统ETF 在共同基金产业 会怎么样 带来一个重大革命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929的重大革命 对不对 765亿直接 把这个安联很辛苦 瞩目了700亿 你这小咖 跟我比起来怎么比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度使得金融领域 发生革命性的巨变 所以你去看到 其实这部分 就使得说为什么 比特币你看 那么多的币 应该说那么多的币案 FTS 那么多的东西 弄不下来 对不对 甚至包括看到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 连野村 刚好在这几天的一个新闻 野村的子公司 也开始成立 所谓的比特币的基金 这一类的东西 我想这些东西都使得说 你看都跌不下来 我们刚刚讲到的 在发生FTS事件的时候 最低是15757 现在多少 27063大概怎么样 涨了大概七成左右 所以你看到 其实过去我们会发现到 台股呢 其实过去只要比特币 一天一大涨 我相信你打开电视 非凡商业台 这个静哲一定告诉你 汉讯很好 现在我没有听他讲汉讯很好 因为 今天汉讯不错 没有错 所以今天汉讯不错 对今天比特币也没有涨 所以 大家现在已经跟 已经都忘记这件事情了 因为毕竟挖币也挖不到 可是呢 当你要知道 当比特币如果现在是2万7 等到3万7的时候 我告诉你 到时候以太币也上来 什么东西都可以挖的时候 那又是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在今年大家可以留意到 事实上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说 这些板卡的部分 事实上你看到这个板卡 回答一月份 其实库存恢复正常了 因为有些该销的 卖不出去 他早就降价卖完了 所以你看到其实今年前一波 已经涨了一段 然后呢 大厂 包括技嘉维新 华琴啊 包括什么华硕 力求转型嘛 因为反正 已经没有人要跟我买东西来挖矿了 矿机又没有得卖 对不对 然后呢 去拉高伺服器跟电竞的比重 那小厂去供什么 供充电桩啊 边缘运算这些利基市场 这个都是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到 其实 小厂又小厂的利基在 然后呢大厂大厂的一些 转工的一些实力在 你看今年其实最明显的 转工伺服器最有效果是谁 就是技嘉嘛 虽然说这两天涨我们说可能是跟板卡有关 可是你看到 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跟大家讲到 技嘉的这个子公司叫技刚 技刚是 这公司啊你可能或许 以前连听都没听过 因为可能今年才听过啦 以前我们知道技嘉说 他就说他每年 伺服器的一个部分要成长一倍 技刚 除了伺服器的组装之外 甚至伺服器的一个散热 静默式散热 他都是在 应该说在全世界里面算是领尖前茅的公司 你看到我们再缩小一点 今年涨多少 今年事实上 年初的时候 你看年初的时候100 100多块 开始起涨到130几块左右 最高多少 382元 对不对 他是一个转工伺服器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效益 甚至我们来看另外一档 就是那个3515的一个滑琴 滑琴事实上 过去就有这种比较一般型的伺服器啊 但是呢 其实说真的今年的业绩好不好 那上面赚2块钱而已 可是也因为苏妈来的关系啊 当时苏妈一来啊 他股价充上多少 299元 所以这些转工的效益呢 事实上会不会慢慢的发酵 都是我们等一下要跟他谈的重点 OK 所以呢到底板卡 排队列队 待会再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一个检查 我想对于整个比特币 过去风靡过市场 大家了解这个效应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待会回来 持续为大家进行追踪题材股 好回到节目当中 那不管这一波呢 因为只能个股表现 个别题材的个股来进行发挥了 对因为我们讲说其实现阶段台股 刚刚其实两位来宾都提到了嘛 整个趋势上来看 真的是比较偏向弱势 所以这时候你尽量去寻找什么 第一个题材还没有完全的发酵 股价位阶又比较偏低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 我们帮大家选了很多这种 什么手机供应链啊 一些所谓的比较冷门的题材 后面都发现到 当资金热度来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明显波段性的涨势 所以我们一样帮大家掌握 到底最近整个科技圈 昨天我们还看到那个影片 那个林志颖啊 就是他还那个飞天计程车 飞天计程 对啊现在无人计程车 我觉得越来越夯 无人计程车 对所以也代表说 其实很多的科技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会带动一些新的商机 很天赋我们想象 对而且供应链 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帮大家 回头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新品是你没有发现到 但是未来我觉得是有空间的 第一个可能大家都忽略掉了 因为昨天亚马逊股价也在跌 但他昨天发表了一个新品发表会 我觉得是蛮经历人心的 因为他其实是全球最早发展 所谓智慧音箱的一个大厂 他的影运助于Alyssa 过去这几年就被人家骂到翻掉 因为真的非常笨啊 就是说就是你跟他对话 你会发现到到最后 你不想要用他都把功能关掉 因为很笨 然后常常都是会误触他 你明明没有叫Alyssa Alyssa就帮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你明明没有叫Alyssa关灯 他突然间把你全家的灯都关光光 所以这个代表说 其实以前的所谓的 语音助理人工智慧是很笨的 那现在他这次的发展会 发表会终于发表他新的 AI人工智慧的功能 叫做Let's Chat 那这个功能我昨天有看一下 他发表的影片啊 我觉得真的是蛮聪明的 因为以前我们在用这种所谓语音助理 像我虽然说没有用这个 亚马逊的Alyssa 但我们家有那个小米的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 对 第一个我觉得用那个东西很麻烦 因为你要他 比方说他可以控制我的电视 控制我的扫地机器人 控制我家的一个灯 控制我家的电风扇 但你要一个一个叫他去做 比方说我 小爱同学现在帮我把冷气调到25度 他就帮你调到25度 所以你每叫他做一件事情 你要给他一个指令 但是这一次Alyssa他是用AI来整合 所以他可以下什么指令 比方说九点到了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他可以关灯睡觉 所以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帮你把九点到把灯关掉 把冷气调到比较舒适的模式 把一些所谓的可能会影响到睡眠的东西 放了一个比较轻柔的音乐 帮助他入睡 你不用像过去一样 你要在每一个不同的智慧装饰里面 下给他指令 可能五六个指令 对 你会很麻烦 然后到最后我什么东西就关掉了 结果只有灯忘了关 结果一暗睡不着 他用一个比较方式去整合他相关的功能 而且你也可以跟他对话 以前我们跟所谓的一个 像大家有用Siri 你会发现到你可以跟Siri讲话 但你会发现到跟他的回答又千篇一律 但这一次他的Alyssa 他会去根据你所谓的对话的情况 比方说你可能上一次问他说 我想要去这个科博馆 或是我想要去这个故宫博物院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展览 下一次你在问他博物院的时候他跟你讲 这一次故宫博物院他有一个最新的展览 这一次展览的特色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到他开始能够去猜你在想什么 所以他会变成是一个我觉得 比较智慧有提升 有提升你比较愿意跟他对话 那他官方宣称说 可以跟他聊天聊得很开心 但我觉得应该是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我觉得最早是一个新的想象 代表说当你发现到我们过去的AI 就是你只能够在这个电脑上面问他 HPT你可以干嘛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智慧型的装置 将AI功能的话就带动新的需求 像最近有很多人在提 英特尔在说AI的晶片 也要在所谓的一个笔电上面做运行嘛 所以我觉得代表说 其实AI到现阶段 可能原本的那些所谓AI伺服器 它会慢慢变成说 不是那么样强势的标的 但AI扩散出去的相关的供应链 我觉得是都可以留意到 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AI加机器人 AI加手机 AI加笔电 AI加智慧音箱 甚至说AI加元宇宙的装置 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的标的 所以这一次提到了智慧音箱 路由器 亚马逊也推智慧的眼镜 跟监控的设备 其实非常多的一个科技的新品 但是一样 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关注到这样的消息 所以很多供应链 我觉得反而是现阶段 在低档区有机会出现 补充的动人 再来我们讲说下个礼拜 另外一家科技大厂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最近其实美国很多科技厂都在发表新品 对 赶在第四季之前 对 因为那个所谓的感恩节 然后圣诞节要送礼 所以这时候一些新品推出来 是他们重点发表的时期 那下礼拜谁要发表他的新品 就是Meta 他要在9月27号下礼拜三 所以本来是下礼拜才要做这专题 后来发现到 9月27号我们提前做 好 谢谢 他要发表连续两天的Connect大会 主要关注在人工智慧 还有虚拟混合跟增强现实 就是所谓的援引就是这个区块 那预计要发表什么 MetaQuest 3 其实6月份已经发表了 这一次终于可以买得到了 那我其实有在官网 大概准备要去订它 因为我觉得很便宜 那这个是什么 最新一态 他大概从2020年发表Quest 2之后 隔了两年多才发表这张新的产品 那之前有一个所谓的MetaQuest Pro 那个因为比较贵 而且大家反应不太好 所以目前市场要在关注这个Quest 3 预期说能够苹果的产品 有一些对打的一个情况 因为上次大家还记得 那个Vision Pro要发表之前 那个Meta就提前发表他的Quest 3 也代表说我觉得这一次整个市场 对于这个Quest 3 有比较高的期待性 如果真的价格跟功能 跟相关的一些表现很好的话 我觉得会带动一波所谓新的 不管你要说元宇宙的浪潮 或者说整个供应链的一些订单 一个集单 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 在下个礼拜三 就会看到相关的新品的亮相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亚马逊新品 刚刚提到的 有非常多的一些新品 我们刚刚都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另外可以看到 在下一张图卡 目前在所谓的Quest 3 跟所谓的Vision Pro的一个对比 第一个 我们讲光这个价格 就已经具备杀手机的一个对比了 但我认为Vision Pro 3499 真的也不算太贵了 因为我们这次看到 Apple的这个最高规的版本 是被秒杀 所以你不要小看果粉的荷包 有多多满 很有实力 对但是我们讲说 一般非果粉的话 我觉得Quest 3 是有一个竞争师 因为它只有499美元 就是你买一台苹果的 可以买七台Meta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平易近人的 相关的规格传出来 这一次它会是采用升级的晶片 因为我们最近用到的很多的 所谓的一个VR头盔 都是用上一代两年前所谓的高通的晶片 所以这一次新的晶片出来 到底以高通的宣誓 说它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沉浸感 游戏的运算上来看能够更快 所以会不会让整个所谓的游戏圈 VR圈 约宇宙的一个部分 有一些新的想象空间 其他相关规格 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讲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两个一对比 你会发现到 如果以CP值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具备比较大的吸引力 但如果以品牌的忠诚度的话 当然大家还是会买苹果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买不到啦 就是你看到手机都这么难抢了 这个Vishing Pro出来之后 我觉得可能都要用黄牛加价的方式 才买得到这个比较特殊的低代的产品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供应链是有机会的 第一档 玉太 玉太其实很久没有人讲它了 但玉太我记得它在2019年 2020年曾经风光一时 对啊 因为智慧音箱 对就智慧音箱嘛 它本身亚马云智慧音箱 非常重要的供应商 它是做那种微机店的麦克风 那刚刚提到了嘛 你ARISA这一次的一个加入AI功能之后 我认为说销量上 它的耳朵 应该会有成长性的空间 所以对玉太来讲 它其实也是算是沉寂很久 遇到比较多的倒霉事情 所以说今天股价还是重挫喔 但你可以看到8分营收 终于出现了年增的成长 也代表说股价已经修正一大段时间了 但是营收已经开始慢慢有浮起来了 那以它股价位阶 从408块的高点跌到今天 大概打到什么半年线的关卡 那我觉得今天其实很多股票都沙盘 所以跟着跌下来是蛮合理的事情 但如果说接下来 它的一些所谓业绩的旺季 ARISA智慧音箱 或说接下来一些穿戴装饰 都会用到微型的麦克风的话 其实我觉得业绩有具备一定的成长性 那你再把股价拉长来看 你会发现到 我们再时间更久一点 就是对你看 它从那个时候的高峰期跌下来 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慢慢爬上来 这种低点跌 弹上来已经弹了一半的一个幅度 代表说它整个中线架构 是在翻多当中的 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所谓的年限关卡 是上弯的 半年限也呈现上弯 所以它目前所有均线都呈现多头的排列 股价再把它放大一点 遇到倒霉是要拉回 所以我觉得这边反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点 所以对于豫泰来讲 当然股价在这边你可能买 也不可能期待它马上的反弹 但我觉得在吃惊轮动的情况里面 第四季如果业细争有不错的表现的话 豫泰应该是大家可以考虑到 可以被比较被低接的一个相对的高 高价股的表现 那在我们看到下一档股票 跟所谓的这个VR装饰跟iPhone有关 玉兴光我觉得真的是 第一个它的股性真的非常不好 有利多也不会涨 但是有利空跌到低点的时候 反而是可以低接的 因为它营收百分之创业的新高 以公司派的说法 9月份营收应该会再创业的新高 而且刚刚提到的9月份Meta 也要开始拉货了 Pancake的镜头里面 玉兴光是主要的一个厂商 所以毛率相对比较偏高 你可以看一下玉兴光的股价现行 大致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个相形 那这个位阶点上面离前低非常接近 所以代表你这边去低接它 其实我觉得这边是有一定的支撑性 那股价当然它要真的出现转强 要能够站到这所有区间之上 所以以现阶段的情况 我觉得是适合大家做一个区间的操作 那如果说接下来看到Meta的拉货状况 不错的话 那讲明年的1月份 所谓苹果的新街的题材 我觉得如果说以中长线的角度观察 这边去买它放到可能今年10月11月 应该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的空间 那再来看到下一档也是跟所谓的 MR头盔有关的是GISKY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营收是衰退的 来看一下现行就好了 现行这个把时间拉长一点 不是我们来把它拉到最近的一个 对说小一点 它股价位阶是不是很低 真的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本身苹果它也是苹概股的供应链 都没有涨到的股票 又有所谓的VR头盔的题材 我觉得在这位阶点上面 一样如果是你这种 有点耐心去等待它的话 也许在接下来有一些转机性的题材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档股票 就是可能也很久没有人提的 就是宏达电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宏达电 因为它可能不是直接 收回到元宇宙的供应链 但是它本身是元宇宙代表股票 也代表说接下来 不管是所谓的Meta带动元宇宙 也许有一些新的想象题材 或说在明年1月份 苹果那一个热度开始起来之后 我觉得其实第四季宏达电 是有具备它的投资价值 那宏达电 但第一个你不会 买宏达电应该不会期待 它的基本面有多好 但如果说以它的股价位积 我们看看宏达电的现行 宏达电 2498 对 把时间再稍微拉长 不用太想 大概今年的走势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最高的高点在这边 6月1号 这个高点 那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苹果要发表新的VR头盔 那时候带动它想象会王冲高 所以以时间点来讲 如果明年1月份苹果的手 这个头盔正式亮相 下个礼拜所谓的Meta头盔也亮相的话 因为这题材如果热度又再起来 这么低的股价位阶 我觉得是有想象的空间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为什么要提到宏达电 因为最近威胜集团股票 其实表现得还不错 我们现在看到威胜的部分 威胜其实这个波段 2388 我们把时间一样就是放大一点 它股价从高点跌下来之后 一度曾经破底 后面开始快速往上拉高 因为它被纳入到 所谓中型的成分股 所以投行在买方 那最近你会发现到 西海股票跌很重 只有威胜是这边均线有手 出现拉高的情况 那我们讲9月底 就是所谓集团做账 如果今年威胜在第三季表现不错的话 我觉得威胜集团可以一并来看待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建达 出其蛋 对建达出其蛋 你看股价也是低档打底上来了 所以还有刚刚看到的什么立位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盘面这么差的情况里面 你看到威胜集团反而有些资金在卡位当中 建达刚刚提到它是这种底底往上垫高 代表说好像最后的状况慢慢过去了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宏达电来看 来看一下宏达电 你会发生到整个威胜集团里面 现在反而是宏达电股价是最弱的 但如果说集团做账真的要发动的话 人家曾经也是股王 你要不要看看这个股价 对啊 我们讲说其实当初元宇宙让它一度涨到 应该这边1300 后面在2021年元宇宙曾经涨到快100块的关卡 那100块跌到现在 其实这边已经大概是腰斩了 跌了一半之后 我觉得元宇宙如果明年有机会上来 那我觉得这个位阶点上面去买它 就是一个蛮合理的买法 因为这个长线来看 60个月就5年限在这里了 那这个长线低档位置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所谓的头戴装置 认为它明年有转机性的话 宏达店我觉得回到这个位阶点 是有一定的一个投资价值 但一样你买宏达店 你不要太快其他业绩能够反转往上 但我觉得宏达店本身有它自己在 元宇宙相关的地位 或者说这家公司其实也有在谣传啊 就是说它可能跟一些相关的 有有兴趣切入到元宇宙的一个厂商 它有一些想象空间有合作的关系啊 或者说可能有并购的消息 我觉得都是大家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些题材 那之后我们看到在整个穿戴装置里面 但感测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剩下电子我们跟他讲了很多次 那一样银售我们上来是上来的 那股价也是一样 最近随着大盘的回跌 剩下电子冲高之后回到哪里 回到这个月线的关卡 今天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代表说这边是一个整理的形态 那形态的低点如果能够有手的话 如果说接下来只要大盘不要那么差 它重新回到所谓的高点的话 我觉得以身家电子你把它换到周线来看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已经快要过这个之前的高点 那这个过高之后我觉得就有机会挑战前波的一个 类似所谓的波段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以他股价位阶以他的现行 中线角度翻多整个业绩也跟着往上成长 那接下来不管是所谓的华为的手机啊 所谓的一个所谓的穿戴装置 对身家来讲都有这种业绩的助长的一个效果 目前的股价位阶刚好拉回到月线关卡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特别留意的 OK提供给投资朋友就是一种 新产品发表应该产生一些刺激 那有一些股价真的已经躺平很久了 对躺平很久了 那当然了整个美国的经济好 那消费市场应该会产生一连串的一个带动 但是大家就对未来的经济景气就产生很大的怀疑 对因为我们讲说如果叫你去买笔电买手机 你没有冲冲消费 但一些新的产品我觉得让大家会有一些冲冲消费的可能性 OK又到了第四季的传统消费的旺季到中国年这一块 好啦希望全球的景气真的能够真正的回温 我想对投资者来说才是投资当中最棒的一件事情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待会回来让大家躲避球啊 那么景气不好还是有机会啊 那么只好又回来跟各位讲 什么叫做政策概念股 是不是对抗景气不好最有保证的一个地方 防空洞在哪里待会告诉你 好回到节目当中赶紧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个防空洞或政策选举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避风港吗 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是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再回到昨天的关键时刻 那么导播请给我英代尔本身的K线图 所以大家才能够知道说 为什么我今天会用这个态度跟各位来讲 能够说第一个你要先保护 第二个要能够闪得开啊 我们来看一下英代尔昨天的一个K线图 英代尔告诉大家什么 他怀疑下游的一个客户库存比较多 请问英代尔是做什么的 英代尔做的最像台积电的东西啊 叫晶圆代工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今天向各位来看3529的力旺 那么力旺今天怎么冷不防的 突然之间拉了一根黑黑的棒子下来 而且呢一口气跌的幅度就比较大 请问力旺赚什么钱 力旺就是赚你晶圆代工里面的IP啊 3443的创意 不再回头来看这个力旺对不对 应该是力旺 3443的创意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有一个很严重的动道 现在鼓不起来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可能IP的这个快率来讲 大家可能包含甚至3661的四星科 那么涨了已经蛮多了 我相信有四星科的 一定非常感激我们冠星来 大家在介绍 该赚的先赚起来 比较开心一点 我想这个部分 这基本上来讲的话 属于IP这个地方 既然IP是这个景气的龙头 所以原则上似乎呢 现在的确是 那么不管是你是买基金 或是买 买电子股 我现在对电子股 真的是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资金还是要往有地方走 往哪边走呢 哎呦 连我都想没想到耶 这要感谢我们当时的非凡商业周刊 来看9958的世纪钢 那么国家市场里面有个最基本的定律 就是Y等于C加I加基 经济成长率等于消费 加上投资加上什么政府 那消费呢就是看苹果了 所以苹果为什么能够留着住 因为苹果它不断的创新 其他的手机被它比下去就留不住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就是I I就是所谓投资者 那这次辉达已经赚了微软的钱了 赚了Google的钱了 还赚了台积链的钱了 差不多都不要赚了 赚了所以最后的一个方法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要朝自己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今年我说实话一点 我们当时去访问世纪钢的时候 我永远想不到说 有一天中甘会跟他结盟 哇世纪钢是跟中甘不能比 他只是观音的一个小场 但是呢不要忘记了 那么人家赖董市场非常早就在台北港这个地方 买下他相关的港口 而且还租借其中的港口的情况 那光是你这个水下基础干不安全这么大 放在那边我要给你收钱 这像谁 这像那个雷虎啊 你只要想要领执照 就一定要来我们家空中飞一飞 基本上来讲 他可以收租金收这个过路费 第二个水下基础干不安全 他的一个汉街上面 哇最近我们在讲台船 那么甚至今天 连金刚都上了 这个汉街原来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要在水底下 这么要能够这么绵密 还要得到这个欧洲方面的一个认证 这非常不容易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似乎 除了 除了国际上的人士以外 只有他能够做得好 所以目前为止呢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风力发电 条文有点放宽了 说不一定要本土的比例占这么高了 上半年获利虽然只有1.2元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股价的走势 你真的会觉得说 当初我们跟各位所坚持的是对的 现在是194.5元 而且现在守在五日均线的附近 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月线 你就知道说 人生原来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当初记得当时啊 我们莫莉叫我去说 你去检查一下这个台南市的一个政策 结果呢 各位有没有想过 当时是四十几块钱 现在已经来到接近200的一个情况 那是赖神那时候 是赖神 那时候是赖市长的时代 这时候是一路上涨上来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来讲的话 由于风电大概是这个行情里面 那么没有办法阻拦的现象 而且风电不管谁去做 我们当时就有讲过 水下基础钢安全只有它能够完成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它既然在这个地方往上来拉起来的话 代表政策上会有一定的指标啦 虽然太阳能比较弱 但是各位来看1609的大牙了 我想这两档股票 几乎年年都在跟各位提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它一阶一阶走得非常非常的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日线 适不适合我们来做一个关心呢 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最近的大盘来讲的话 几乎是破到前面的一个低点了 但是呢 它已经领先在这个所谓的半年线附近 慢慢的出现阻底 而且前面这里有大根的红黑棒 底部出亮的方式 来把它做一个顶住的现象 拉回来又有点亮缩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似乎第一个 我们知道大牙有些什么 它有大牙绿能 所以将来的绿电交易 我大牙已经有了 第二个部分来讲 南科一半以上是我的客户啊 甚至第三个部分来说的话 大家也知道大牙今年的EPS 各位来看一下 哇 还有越南大牙也是它的 现在越南也需要太阳能了 因为越南现在想做什么 找黄仁迅说 我们要来做相关的AI的厂商 你AI不行 你AI用绿能啊 你要AI给我用这个 你要做苹果 你要用绿能啊 所以绿能是非常重要 上下也都已经布局太阳能了 我想这个部分是最完整的一个状况 那么加上它上半年获利达到3.3元 又是可以这么形容 说在所有的太阳能里面 还有这些所谓绿能产业里面 从除能到绿能 最具有资产概念的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上面 先来观察说 是不是这些重电方面啊 各位看今天1519的华城啊 昨天看似真的黑压压一片 哎呦 今天看起来好像已经稍微又站回5日均线之上了 所以电这个是大家不可或缺的 这个部分 那么可以观察说 这个行情一旦稳住的时候 会不会从这个地方 开始又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思考的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要用现行来跟各位来做比对 抱歉一下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8.1.1.2的至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我今天跟各位所讲的诉求了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8.1.1.2的至上 这请导播在这边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这里有一根大量 请导播再稍微放大一点点 这里有一根大量 出来 然后再往上推 是不是刚才我跟各位提到说 这有一点点像刚才讲的仙人指路的现象 因为它的大量是在偏高点附近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原则上这上面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的 那么我们再看2634的汉翔 那么你就会发觉说似乎呢 那么这几天当然大家压力都大 可能都不稳定 但是它的大量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缺口 所以它拉回来的时候 它的大量是在下方的话 是有一定的支撑 虽然呢 大家都一起跌 真的跌起来都每个人都难过 但是呢 基本上量 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报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好 现在可以从汉翔上面先讲的话 技术面缺口 它是最大的指标了啦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一件事啊 如果这个行情真的跌幅超过大家预期的时候 各位可能要稍微算一下它的成本 基本上来讲 业绩呢持续上扬 F16改装完成 那么上半年获利1.38元 成长69% 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吧 所以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再往上回头跳一下 2208的台船 台船今天是拉回的哦 但是这两天 大家应该有听到台船有一些好消息出来了 不管是接到政府的一个114亿本身的远洋巡航 接了一个订单 而且呢9月21号 哎呦他要交船耶 所以他是属于入账式 他很像他整个一个入账的方式 比较像我们的营建业 我交了船之后 EPS就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他EPS 将会在第四季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恢复 完工入账法 这如果各位要讲选举行情的话 可能要这些比较有选举行情 不是说这个股价大涨 因为似乎今年的选举 大家比较看得清楚一点点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回档 原则上来讲的话 还是站在所有的军线之上 台船还是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部分我来看 9月28号 都还是在最近的事情 9月28号台船的这个浅舰 就必须要直接入水 而且要开始进入命名的一个阶段 相信所有的官员都会到 那个时候就会变得很热道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要利拼转亏为盈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认为呢 就军工概念股上面来讲的话 还是要观察一下 而且 真的一开始也没想到 1584的金刚 这两天 投信在买金刚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他们会去选金刚这个情况 投信也进来买了 那么金刚在短线上面出现一个 打底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 加上业绩是个相当大成长的 而且金刚当时我们说什么 哎呦 原来它是钛金属 台湾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冶炼厂 因为我们家做这个的 基本上很清楚 所以呢 我当时是认为说 哎呦 苹果现在用钛金属哦 以后我们要是拿这个一般金属出来的话 就不叫分析师了 这个不够扒 知道吗 那航空跟军工用度也很高 所以下一代手机如果也用到钛金属 那么航空它也用到了 军工也用到了 今天连造船都用到它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那么 金刚今天能够挺得上来的话 代表这些如果有利多的状况之下 而且有业绩的状况之下呢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 汉翔 假如这个支撑稳定的话 其实该怎么选择 从事实上跟汉翔之间 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未来的情况 OK 所以你觉得有这个政策的保护伞 是比较适合的防空洞就对了 好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一起做功课 而待会回来 到底这些板卡家族 会做一些扫描吧 没有错 我想很多板卡事实上低档已经出来 而且甚至如果说第四季会不错的话 我认为股价可能在相对的一个低点 好 那我们稍后一起做研究 好 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那我们刚刚把这个比特币 从去年的11月初到现在的一个反弹 而且中间又经过了 这个几个事件的一个整顿 好的 没有错啊 事实上比特币应该说 最近走势是算蛮强的 我们刚讲的那些大型的投资机构 不管是野村啊 或不管是这个景顺啊 女股神啊 这个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贝莱德你看到默默在耕耘 你看偷偷吃下来的这四家矿器里面 他说第二大股东 这中间一定是有东西在嘛 那当然如果说 这个SEC整顿完成之后 如果等他开始发行 比特币现货ETF的时候 我想到时候啊 对这些板卡股一定有帮助 因为其实现在板卡 几乎都已经去比特币化 不要说板卡啦 大家不要忘记 是当初这个创意跟世新 其实也是因为比特币上来的 因为搭比特币的ESIC 都找创意跟世新做 现在哪有做这东西啊 没有了啊 对不对 如果哪一天又有的时候 那状况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回到板卡的这个里面 第一档股票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维新嘛 这维新大家应该都很熟 都知道 板卡做很大 然后做电竞笔电 没有错 的确做很大 没错 然后呢 今年他六月份的时候 他跟辉达 其实他以前就很早跟辉达合作 为清大资工系 还有资应所的学生 打造STEM 我一查知道什么东西 叫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一个 协作的学习环境 然后提供搭载这个4070的这个POWS 这个什么 17的笔电 17的一个电竞笔电 然后呢 也提供另外一台叫做 另外一台叫做 创作者笔电 我们看这下一页有写到 另外叫什么 搭载3070的一个 创作者笔电 Z17的笔电 一共加起来 一共提供 一共提供10台而已 这可能笔电蛮贵的 那透过辉达的GeForce RTS的平台 他的一个加速运算能力 协助青大资深去接轨AI、VR 还有包括深层式的AI产业趋势 当然你可以看到 哇这个跟辉达合作 其实不是每一家都有这个办法 哎 我已经有做到啊 而且是跟这些青大学生 青大学生应该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全台湾前几优秀的 台大、青大、交大 都是这些做 未来进联发科 或者是台积电最优秀的学生 所以他已经提早在合作了 再来看这个 没错这个 伺服器呢 目前为止 其实微星有做伺服器 只是没有像技嘉搞的那么大 他大概占营收的可能占10% 或者是10不到 对 他说伺服器啊 已经推出这种4080、4090 这种RTS的GPU产品 当然这种 这种产品 当然比不上H100 技刚都是H100 A100这些产品 是比不上 不过呢 等于是属于这种比较中阶的部分 那中阶你就不用担心 拿不到GPU的一个事情 那也计划推出 搭载4080跟4090的 推论功能商用笔电 所以这大家知道最近的新的新闻是 英特尔呢 他的最新的这个AI的笔电 找宏基推出 不过英特尔最近跌得很惨啊 说这跌的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你看到 他如果说去跟 应该说微星如果去跟辉达推出这个 有4080、4090的一个推论功能 AI笔电的话 哇 那连我都想去买一台 不过商用笔电 可能稍微贵一点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英特尔呢 要跟宏基推出的AI笔电 一台大概5万多 可是商用的话可能要8、9万块 到时候看他怎么定价 而且呢 微星怎么样 布局车用市场 他也切入这充电桩的部分 我想充电桩这部分呢 也包括他有一些新的东西 他说他去整合了 车牌辨识 行动支付 还有RFID的卡片的感应技术 而且并且去连接手机的应用程式 然后呢 他也推出所谓的智慧AC 电动车充电桩 EVAI的一个升级版 所以去看到 不管是在本业部分的一个版卡 或者包括所谓的一个 这个伺服器部分 发展也不错 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嘛 转型跟车店 当然转型跟车店 有关的也不只是有微星 记得没错的话 2399的印太也有 甚至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 3046的建基 这个以前都是广泛的 归入所谓的版卡厂 他们都跟转型跟车店有很大关系 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下一页 事实上呢 从这个微星之位 微星 你可以看到 其他的一个今年最高点呢 是最高到200多块 这一波也是因为AI大涨 当时这个技嘉 当时技嘉股价攻到300多 300多块400的时候 微星跟着大涨起来 不过股价呢 其实这个在技嘉下来 他也跟着下来很多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 他比技嘉还要早止跌 因为呢他AI的存度 比较没那么高 我们同样这个画面 来看一下技嘉 2376的技嘉 技嘉值到哪里止跌 技嘉真的止跌是昨天 应该说昨天前天才真正来止跌 所以你看到人家微星在这里止跌 技嘉到这里才止跌 因为AI的存度 回到这个微星的一个K线图好了 那你可以发现到最近他的一个股价走势啊 这种红K 红黑K相见 今天刚好遇到这个 应该这条线是 月线 这个应该说这条线是季线反压 遇到季线反压 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不过我们刚刚讲过的 其实微星如果说你就 上半年获利来讲的话 他赚5块 技嘉赚3块钱 另外一家华琴赚2块钱 所以 现在最低价的 竟然是2377的微星 所以 这股价有没有机会还给他公道 我想其实投资者应该可以去期待看看 因为毕竟本益比够低了嘛 我觉得机会是蛮大的 再来看这个下一张的一个 下一张的字卡 我想呢 包括再下一张 充态 这比较小支一点 其实在过去呢 AI的医疗里面 我们跟大家提到过充态 那一波是非常吓人 一路充到180 170以上 不过股价回来又整理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K线图好了 真的是 这一波就是大家在充AI医疗 也不只充态充 那一波我记得 什么盐洋啊 什么医 什么医洋 盐洋 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 明达医 那好多都冲了乱七八糟的 但你看到 回档之后 哎 我们不用看 这个已经都掉下来了 不过那不是我们追踪的对象 我们看一下充态就好 他掉下来之后呢 其实回到前一波整理平台 刚好啊 这边刚好稍微跌破之后 开始有 开始有这个往上走的迹象 为什么 因为他的8月份的营收 表现的是相当相当亮丽 回到我们的字卡 充态做什么的 其实充态是 全球影像截取模组的领先厂商 为什么不是写领导厂商 我是从他的这个首页抄下来 他写领先 领先跟领导 应该是差不多了 然后呢 他跟医疗 跟辉达合作的医疗平台叫什么 这克拉拉什么 Holoscan的一个什么MGX 然后也是 所谓的IGS的合作伙伴 而且呢除此之外 他也跟严华去结合 什么提升AI在智慧安控的一个医疗应用程式 其实简单跟大家讲啊 他能够 能够让AI看得懂影像 你看知道AI其实之前判读文字嘛 甚至是AI就是你问他 这个 你问他问题 他回答你回答你东西 但是 判读影像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所以呢这从这个冲态法座会里面他有看到 他是IGS的合作伙伴 对不对 还有很多你看到这个我们刚讲的 这个医疗 医疗平台的合作伙伴 对不对 好这些什么整合什么整合 那这个 这很可能是什么 哪个藏的什么部位啊 他能够做出什么 即时的4K60 AI分析 所以说真的 我们过去可能去健康检查 医生那边很认真那边帮你看图 看了半天 可能漏看了一点点 对漏看一点点你可能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一点点 你就看到了 然后呢或者是看错了 我之前就有学长 他就是呢去检查完看错了 发言 发言但他误判成为癌症 我学长 紧张了半年了 后来还好 对因为其实再检查几次 哎 癌症就癌症嘛 这个这个发言就发言 都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 他有办法判到出这些东西 协助啦 对 再看这个下一页 回答的IGS平台叫做什么 就是 其实就是人机协作的平台 这个工厂里面你看到 其实人跟机器呢 要放多近 协作 对 过去呢 你知道放太近的话 你可能机器 打掉打一下人 人可能就黑签 不然就流血 但是呢 他这个IGS就是怎么样 他能够判断出任何影像在哪里 利用 极高精度的一个边缘议算 然后呢 提供新一代的安全性 还有感知能力 然后协助建立安全自主的 未来工厂平台 所以你去想这个东西啊 其实透过 充态的合作 当然不是只有充态会做啊 包括什么利台他们也会做 可是充态看起来就高档很多 所以呢 这边我们跟大家讲到 充态看起来是 也是值得后面去追踪的一个结果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下一页 包括陈起 这更有意思了 其实陈起的母公司叫做七彩虹 也是他主力客户 所以呢 他是中国显卡市场的四散走位 然后呢七八月份的营收 你看少数的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七八月份 说累积到现在的一个 一个结果啊 都还没回到年增哦 他累积到七八月份的营收 除了年增之外 前八个月营收 转为年增0.76% 微星还没有年增 然后呢这个技嘉更不用讲 好像也没有年增吧 其实包括这个充态也没有年增 他已经年增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除了七彩虹之外 他有什么 他也有AI哦 他是持股51%的施藤合力 客户包括中国AI第一股韩武技 不是侏罗技 侏罗技是卖恐龙的 韩武技是做AI晶片的 这个 应该说都有专案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提供中国市场AI伺服器的解决方案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这K线图好了 这个你看到 这一波也是因为韩武技的关系涨到62块 好像慢慢的整理 到了告一段落 其实如果说能够回到这个平台更好 不过看起来是 稍微切到而已 他又上来了 所以呢 你看到其实营收也上来了 一到八月份 这营收变成年增的话 事实上都是值得去参考的一个 参考的一个标的 再来看这个下一页 我们看下一页 最后就是提到华琴 我们刚刚讲 其实华琴今年的状况 上半年真的很差 2块多 但为什么股价这么高 就是因为之前苏妈来台的时候 哇那大家说 这个回答 不然那个AMD啊下半年呢 这可能第四季就有推出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300的那个伺服器 可是300的一个这个晶片 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 我还没看到 所以他那时候股价涨了一大段 涨到299左右 可是现在老实说 股价已经回归平淡了 不过 超微GPU是他主力产品 然后高单价的 产品跟AI伺服器的占比啊 他说年底要提升 目前还没看到 不过营收已经出来了 本季四大产品线都成长 他说 除了伺服器跟工业电脑增长幅度呢 是低于消费型产品 所以说 这一波段里面 涨的是因为消费产品的一个关系 不过我们看一下K线图 老师说 对不对 就这么一根红K做 今天在做休息 不过我会跟大家讲 也是一样 前波的他现在 他是整理的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整理平台在这边 他是跌破了之后 有点反弹的情况 从中也可以等到说 这个站回这个平台之后 再去做一个操作 因为毕竟我想这个板卡如果都好的话 事实上理论上 这些公司都会有机会上涨 OK好 所以从板卡的一个角度 然后各个公司的一个特色 在搭配技术面 让大家做功课做研究 我想也没有办法很武断的告诉你 对这个就是最低或者是最佳点 因为投资品有策略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留在下阶段回来 外资今天的一个狂卖 我们稍后可能先从外资卖超股 跟大家进行筹码追追追 你务必锁定 好今天外资的卖超 筹码追追追 非凡股现场 哇这快一年的大卖了耶 没错我们想其实看到这个 已经卖到这种程度还可以再大卖 因为就是配合美国股市嘛 昨天科技股跌的这个样子 而且昨天跌那些什么灰达啦 包括这些什么所谓的超伪心 表现都很差 所以你看到卖超第一名 国泰永续高股息 我记得这个礼拜的 应该说这礼拜的刚开始的时候 卖超第一名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复华优息 这家就00929 当然了这很有意思啦 不过这个到底是这个 应该说短线的 或者这里也有 继续卖继续卖 你看到吗 还有台积电 没错啊这些全部都全重股啊 开发金台积电 包括什么连中钢 星光金台泥对不对 这几乎都是全重股 所以大概就是 而且张数还很多 你看到第10名 还有16000 卖300多亿嘛 所以呢其实我想张数很多 金融股也卖 也不意外啦 所以但是就是 跟着美国股市在做调整 甚至你看到其实台股的跌幅 今天终于有点比较赶上一点 如果你往这个前两天去看的话 好像美国都跌比较多 今天终于比较有赶上一点 所以我想应该也是 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好那我们来看呢 外资在今天的一个买超 我们就揭晓一下 企机还有华通 慧阳ky 还有邮政二人保 金云电子跟投信同买 广达阳明智义 还有呢美在20年还买正二呢 我想这应该是属于 比较防守性的一个买超啦 那当然不用讲这企机 这个我个人猜测这是隔日冲的外资 就是跟我一样黑眼睛黑头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投信卖企机 智义也是今天投信卖智义 对不对那今天跟投信同买的是扬明啊 这个扬明你会觉得很神奇哦 昨天法说讲的那个样子 还有投信敢买那是谁 就是00919嘛 对我说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 该怎么讲到底 这些ETF到底是 对台股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真的是很难讲 这个现在扬明我没有记错 我先早上去查了一下 在9月15日的时候啊 00919的持股大概将近7%左右 对不对 对于一家接下来可能会亏损的公司 你持股那么高 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索码效果 可是老实说啊 这个索码让谁跑 这我不太知道了 不过呢我们的郑董事长有说 他希望能平衡股力 就是能够有赚钱就年年赔 当然没有错 因为他们去年赚很多 不愧是金融人 可是老实说 这个能平衡多久 对不对 如果好嘛我接下来两三年 我记得友达先前也想平衡 但是平衡不下去 结果你看到友达股价 我们看一下友达股价 先前也说要平衡股力 没有错啊平衡股力 再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对平衡股力 平衡完 对没错 平衡完之后你看 股价也没什么平衡 对不对 最高25甚至之前三十几块 现在怎么样来多少 甚至17块16块而已 不过当然你持有友达 现在不用杀了 因为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想也不是说平衡股力 好或不好 只是说 这些应该说这些ETF去卡位 而且卡的这么离辅去卡一家 接下来会赔钱的公司 然后呢卡那么多的一个 这个部位在说真的 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只能说 看起来是比较麻烦一点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像华通 华通也是929 我今天投信好像也是卖 好像是卖华通吧 好像也是卖 所以这些外资 其实你看到外资今天所买的 我个人猜测很多 都是隔日冲的外资 那华通也是 其实很简单 华通其实这一天你看到 这一天爆出巨量 将近15万张之后 整理三天 对不对 那这一天也是15万张 然后呢第三天 所以明天再不涨的话 你要小心这个趋势 可能就改变了 那华通 他们现在抢的这么短啊 没有错 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 道府吃了马上就跑了 因为华通也是929的股票 现在你看到 大家发现到929矛头不对了 有人在卖929 对有人在卖929 然后929被迫要卖股票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更动足先机 先卖再说呢 我们看一下投信进出嘛 这一天爆十多万张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刚刚的 这天爆十多万张的时候 投信是买超过一万多张 当然这一万多张应该不是全929买的 有些投信啊 就是跟单嘛 豆腐吃一点啊 考试的时候偷看隔壁的 这不是偷看哦 这ETF是直接公开给你看的哦 所以 偷看隔壁的吃个豆腐 可是呢 豆腐吃完发现到 毛头不对赶快走 很可能你看嘛 已经有人赶快走了 对不对 没有错嘛有人赶快走 包括致意 我们看3596的致意 3596也是一样 有人知道毛头不对赶快走 当然这是不是929所卖的 投资朋友可以今天晚上查 富华ETF专区 他有最新的持股 我觉得富华这一点做得不错 开牌让你跟啊 对不对 那你不敢跟或你要跟成什么样子 那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有人先偷跑 不过我对 致意的看法是比较 应该说我觉得不错啦 如果回到这边150元左右 你反而是应该买不是应该卖 因为难得看到今年致意业绩这么好 而且致意明年业绩还可能会更好 甚至包括起积 我们看到起积好了 这6285的一个起积 起积其实就是刚刚 刚刚我记得这个汉伟有提到 涨太多了嘛 没错也是需要修正 对不对 但如果修正到这边来 130元附近 哇也快了 明天再跌一下可能就到了 这到这边的时候说真的 或许是应该在那买方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 这个3014的一个连羊 我们看到连羊也是一样 连羊是 连羊真的是 我说真的涨到什么程度 这一天啊 我去看新闻 他一个经理人身上80几张 你看长到经理人受不了了 你何年何月看到连羊 我们这么有钱 连羊这个价位 是比在疫情的时候价位还高 为什么要拿疫情出来讲 因为疫情的时候 notebook卖很好 连羊是做notebook控制IC的 对不对 疫情的时候价位在这里 在140 150 对当时每个人 连羊多少连羊多少 结果你看到 跌到70几块没有人敢讲 我记得我们在100元左右 跟大家讲连羊的 连羊这样也涨多少 也涨了将近8成左右 但是连羊我想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这个回廊 也算是比较良性回廊 刚记得汉伟也有提到 其实连羊股本比较大 你不用担心说 是不是买到上限的 因为股本太小 买到上限的话 不能买下去啊 这个没有什么上限的问题 反倒也是一样 我觉得回廊之后 再以这个 应该说以这个前波高点 150 160上下的附近 看他是不是有支撑 其实我想这公司的理论上 应该是比较长线看好的 OK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这个投信买上市 好 这是投信买上市 那投信买上柜 的部分 OK 刚好就是这个嘛 刚刚静泽提到的金刚嘛 太金属 台湾最会做就是金刚这家公司 好 那今天还有一个特别 也就是外资买上柜的部分 应该跟联准会的动向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 没有办法 你看 美债公司债 可是他们有时候速度也很快 应该是比较保守因应 当然这些我相信 有些外资 你回去看的话 应该有一些也是凯基台北 这些用外资账户交易的 一个隔日充的一些账户 联赛也在隔日充 佩服 好 有价差就会充 有价差 而且现在有大数据 有AI就可以抓出价差在哪里 对他们只要有一点点利润 高频交易就可以了 没错 这一般人应该做不到了 对一般人做不到 就像有些外资他还可以直接去 他们的初级市场去认购 对 没错 然后我们次级市场 然后卖 这个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整个今天的强股条件 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今天有文业联军 原钢 轮飞 中航 还有富桥 泰塑 冬结 全达 跟地球 有没有值得要说明 当然文业联军很强 非常的强 因为他就是并下 应该说并下这个 别的通路商之后 现在看起来 应该说外资也是 加拿大级的 对 蛮看好的 那当然也包括这个 我是觉得不要追了 100多块通路商 说真的这一次 应该这个也是929 把这至上拱到那个 这样的一个高度 通路商到底 有没有值这么贵的股价 我心里是一大堆问号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不用再追了 真的不用再追 毕竟 这股价已经强到103元的话 我觉得是适可而止 好 那投信买上市 跟投信卖上市的部分 跟大家报告 他买了伟创联电 杨明 好 刚刚有讲过了 919的 好 南亚科文业 晶元电子 倒是外资跟 919 929都有 好 这个是投信 还有新复发 赵峰金 瑞宜跟长荣 这也是919了 这是929 好 你看现在都是他们在玩 那卖超 慧阳KY 但外资在买慧阳KY 投信在卖 智元光宝科 智益中钢 见顶滑通 滑通 立基点瑞宇跟企基 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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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全部都929 929 这个也是929 你看都是他们在玩 好 所以呢这个筹码大会串的一个情况 好 那外资 卖超上柜的一个部分 有荣钢还有元泰金刚 我想刚好跟投信对坐 不过当然金刚最近就是站在势头上 你看到现在这个苹果的手机里面 现在卖最好的 那除了他本身是钢 那泰泰之外 现在卖最好是泰原色 听说呢 你现在去排队的话 两个月后才有 因为我朋友就订那泰原色的 然后现在 泰原色在长什么颜色 泰的颜色 就是 有点类似我眼镜这个颜色 我这个眼镜就是泰原色 但是他这个应该有点 我跟泰不大熟 因为不是 就 那种颜色就看起来 就泰的原来的颜色 对 因为过去你看到的颜色 黑色苹果也发过 还有钥匙 以前钥匙黑不是要排队吗 不是粉红八笔色吗 对啊 还有粉红色你也看过了 对不对 粉红色也是今年新色 然后呢 Pro Max里面呢 其实就是黑色蓝色 还有包括白色 说真的你都看过 对对 泰原色 泰就长这个颜色了 对 其实跟我眼镜的颜色是很像的 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抢的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要 你要买这个苹果 要希望早一点买到的话 你就不要定泰原色 因为我另外朋友是买蓝色 蓝色的据说 9月22就明天了 明天就会到货了 就这样子 好 林俊杰已经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投信卖上柜的 布罗威中玉 你看了 我想这些其实你看到 其实这跟最近的细光子有关 中玉就是 其实最近你看到这投信 不管是中玉 好像卖中玉去买美食 然后包括这个 建农这是跟AI有关 这个也是跟AI有关 不过今天你可以看到 华星光其实前几天投信是大买 那今天是什么 今天外资好像跟投信在换手 不过老实说 跌这么久了 跌这么多之后 说真的 有点要反弹的迹象 为什么 因为过去有传闻说 华星光120元要定现真 不过还没定出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 那会不会在这附近止跌 也是值得观察的 OK 筹码追追追 就在非凡古日现场 每天的第八段 把当天热腾腾的筹码告诉你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 com 关注赞订阅